好,歡迎開始樂工 剛才主要是要跟大家講 所謂的這個是我們基本上 就是佛法它有一些轉變轉變到我們現在的時候 我們已經忘記佛法的本意是什麼 那剛才我要講說修道 它有佛頭講的所謂的實力流指 所以修道的四個磁鐵 慾油就是慾露聖流 超反路生 重反到生 超越防空合成的聖者 其實就是修道的四個標準流程 磁就是部分分支方法 那就有所謂磁鐵 清淨善心 聽本正法 清淨善心是為了聽本正法 那麼最大的善心就是佛 那麼 最完全正確的佛法 佛法 佛說的法 佛 成就佛的意思 那麼我們讀的經 基本上可以說是修道法 那通常 通常我們拜佛 還可以叫清淨善心也可以 拜佛 意念佛 他們誦經 通常都在這兩個部分而已 一般 吃慾油之 我們大概完成這兩個部分而已 文靡觀音菩薩也是一樣 佛 菩薩 舍利佛 悟見人 這些如果大正佛法還講 只要就是佛跟菩薩 那麼聽聞正法 宋金剛經 宋華人經 宋華華經 宋安慰優經 一樣 那麼最重要的 這個沒有 努力思維 這個沒有 努力思維 所以這本堅 在告訴我們什麼 佛為什麼這麼講 菩薩為什麼這麼修 我們鋪了這本堅 做什麼用 這本堅 講了些什麼 那麼 告訴我們 怎麼樣指導了 我們怎麼修 那如果沒有 那個不是佛法 如果這本堅 也有這種機會 你在大正佛裡面翻就有了 它其實有些不是佛法 它是告訴你 你唸了這個堅 你唸了這個佛 你唸了這個佛 之後你有什麼功德 有什麼功德 有什麼功德 那你一聽到唸幾十 如果剛剛講怎樣 那個不是佛法 那個不是佛法 真的 它一定 它不會只講功德 它不會叫像一個藥 它沒有講成分是什麼 也沒有講這種成分 為什麼自己懂病的道理是什麼 它只講 你吃了這個之後 你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那你會怎麼樣 那這個就不對了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 你這個藥吃了 你咳嗽就會好不好 因為你沒有發言 裡面有消滅的 裡面有止咳的 那這種成分正在消滅 這個裡面有止咳 那你這種病 要先止咳先消滅 讓它病狀疾掉 它有一套方法 它病狀疾 那如果沒有 剛剛講 你不要管它什麼成分 也不要管它是怎麼樣 你想到就不用 吃了就活 就是多殊聖多殊聖 那這個一定不對 佛法一定不會這麼強 佛法一定從因上強 然後才強到果的 因沒有果就流 那不可能只強到這個果 不需要那個念 那個不是佛法 佛法一定有修道的方法 那如果沒有 你單單告訴你 你念這個作品 那你就會怎麼樣 你念完這本經 你念完完 你就會怎麼樣 我告訴你 我百分之百跟你講 這樣講的適合我 那所以 這個我們要知道 你要努力思維 你要了解 這個就是了解 這本經的理論 宗旨 方法 赤品 它有什麼修身 修完了 你會具備什麼功德 具足什麼功德 然後知道了之後 這一點很重要 知道了之後 你就要去做 這個只是理論 你了解了它的理論 它的方法 了解了之後 你就要去做啊 你房子知道怎麼蓋了 那也知道 要蓋多大 你都知道了 接下來就是蓋啊 買水磷 買磚 都要請功德來施功 只是說 這個工程是我們自己完成的 所以你要什麼 法 水法行 最後就是要行 這個叫做 這個你要知 這要理論 這套方法 這個之後就要行 行法 行水法 就是要修行啊 就是實踐 就是實踐 這個就是實踐 這個要知道 理論跟方法 這個就是 依著這個理論 照著這個方法去實踐 那麼實踐 反而才具有這些苦的 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是佛法行的 叫做苦其念大 那個大 就是修理苦之道 念苦之道 這個法 法就是你要修解脫 就是解脫法 你要修成佛 就是成佛之道 你要修升天 就是升天之道 就是他的方法 就是那個法 那麼你就要依著 修解脫道 就要依37道德 如果你要解脫 37道德 或是八正道 就叫做水法 如果你要成佛 六度波隆陰 就叫做水法 如果你要修冷天道 那麼 這個法是冷天道 水法就是什麼 你記得43道德 你要知道 那你就去實際上 開始修行 那這個是 我們修行的 一個主要的方法 好 那 講完了 我們來講 課題的 那 現在講到佛像 因為 這裡 你看到這裡 這裡是自學的 他在講到法 是怎麼演變的 上次我們說過 這個法 從這個元起論 到什麼 法性論 然後到佛法 佛性本據論 到本來是佛 那麼這個佛也一樣 你看 你看 你看這個課本 看這個課本 他說 他說 這個念佛特別發達 那麼 大聖母興起不久 那 基本上 建陀螺 我們陀螺一帶 有塑造 揮畫的佛像 有些 開始有佛像 那佛陀時代 我們說 是沒有佛像 佛陀時代 用什麼來代表佛像呢 那 你如果看到 他畫佛陀 他也有照相 但是用 菩提樹代表 或是佛主 佛腳印 佛的一個腳印 一個畫一個佛的腳印 代表佛 或是畫 提樹 那 代表佛 那 並沒有佛像 並沒有佛像 那 或是 可能用塔 代表佛 佛塔代表佛 那 就是沒有佛像 佛陀或 佛陀 大概 比如說 世故 印度開始見識 基本上 是在十一年 五七年 一半年 就是說 佛像是佛命後 才開始有 那 有些說 因為佛道到那天 那麼 因為天王很想 就用沾塔 科佛像 那個不是 那個不是事實 就是說 他只是 有這樣說 那不是事實 就是佛時代 確定沒有佛像 那 佛命後 到底多久 有佛像 我們知道 佛命後大概 佛時四元前五百年 大概四百多年 西元前四百多年 西元前幾百年 印度就開始造十年 那 佛命後 可能不久開始 有人就造一些 小小的那些佛像 那修 不派佛教 已經裡面有觀像 有的人 已經有觀像 有的人 好 那佛像 通常是兩個起源 那 一個就是所謂的 建陀螺 一個就是摩陀螺 這裡講 那麼 有塑造 繪畫 佛像 流行 我們先來講這個 那麼 建陀螺 是所謂西亞 米蘭陀螺 因為西亞曾經佔了過 密度的一部分 那 我們現在的佛像很多是 結合西亞 我們的佛像在哪 現在就兩個檔 佛像 佛像 佛像通常 我們有一個法器 那個其實是結合西亞 就變成他有頭髮 你看現在一堆人 不是他留佛陀造嗎 那麼 凡是自演佛陀的 都要防 都要留頭髮 其實不可能 佛陀是當然佛 不可能留頭髮 因為 比丘 比丘 都是要聽頭的 沙門 尤其是佛教這種沙門 是沒有頭髮的 那不可能 單單佛留頭髮 比丘都要聽頭 那是不可能的 佛陀也聽頭 所以 真正的佛像是沒有頭髮的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佛像 都沒有頭髮 都漏氣 其實那個就是佛 佛陀 佛陀 所以你看那個演佛的 基本上會有留頭髮 就好像到中國 你看那個玄教大師 演玄教大師 會有搭一頭念珠 其實玄教大師什麼時候帶念珠 沒有 念珠是 念珠是宮廷的曹珠 曹珠 曹珠啦 就是那個 就是文古百官上朝的時候 那麼為了分別他的接位 那麼所以有那個草居 集品集品 那 身團裡面因為很多人 那麼 因為穿的衣服都一樣 哪裏知道誰是住室 誰是當家 誰是什麼 所以用那個戴衣服 他又不能戴帽子 像軍隊就有戴帽子 那個戴帽子 或是尖廠上 有那個 有那個官接位 他來分別 不然衣服都一樣 所以 就用戴草聚來知道 誰是住室 誰是當家 其實是這樣 玄教大師也沒有帶念珠啊 但是現在只要演祖師大師 都要搭一頭念珠 你看 其實沒有啊 根本以前的人 根本沒在帶念珠的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就會想像 以前也是這樣 佛土是認佛 佛和佛地子都是光陀的 沒有陀伐的 但是我們現在 不管什麼樣的偶像 他都有一個陀伐和髮器 這個其實不是佛正正的形象 它這個是受到西那里的影響 尖陀羅風格的影響 那他比較 西那是很早照相 維納斯明神啊那種 他們的照相是比較 就是很早他們就有行 照搬一些 宗斯啊 太陽神啊 像啊這些 那麼他們把他們的照相 都帶到印度 那麼又從印度裡面 就是經典的記載 那麼結合融合 就我們現在看到的偶像 那種佛的主要是龍門石窟 跟銀鋼石窟 那東黃呢 當然就有另外的 那主要是從銀鋼石窟 那到龍門石窟 後來就優宴 從銀鋼石窟 又到東黃去 那就有很多石窟 那印度是主要是 這裡有個照相 開始有佛像 那這個 這個 阿羅安 像是本來就有佛統時代 基本上就有 這個補提術啊 或是說 這個佛的足跡啊 然後底下他們有很多阿羅安 就代表佛了 那 但是佛統時代 念佛已經是一個佛 那念佛最主要 佛統時代的念佛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方便的念佛 那過去是念佛的功能 所以我們前面講過 念佛最早是念佛的功能 那念佛的功能是從兩個地方 一個是佛的名號 叫做佛的死號 念佛的功能 念佛的功能 一般就是從佛的死號 佛的死號 那每一個號 每一個名號 都是在說明一種功能 比如說 印功 印功就是 他的福報很大 因壽人緣功能 那比如說 世尊 這個是世面上最尊貴的 那一般死號 如來 印功正片之之平行準 善事事先之不善事 條育仗義 條育凡 自條育 跟條育別人 自解結堂 自條育跟條育別人 條育仗義 天人士 佛世尊 那麼從如來到世尊 總共有十一個 那就變成如來的死號 如來印功正片之 或是佛不算 從如來到世尊 有十一個 那麼就是佛是他 佛是其中一個人 所以佛是覺者 其實就是佛頭 覺悟真理的人 那麼他有十種 他具足從各個角度去說人 那麼這個是佛的功能 那因為我們學佛 只要具足這種功能 我們說修道有道德 修佛道就具有佛的功能 修解脫道就具有五分法身的功能 解脫的功能 那麼修佛 修佛道就有十一四五所會 十八個功法的功能 是不一樣的 那這樣講 所以道有道的等 又說具有的等 就是它的殊勝 它的好處 那這些好處 並不是你念完經就有的 沒有 不是的 它必須要實踐 圓滿了之後才有 那你實踐一分 你就有五分的功能 你圓滿你就有十分的功能 其實是這樣 我們無多誤會的 以為 把這個金送過一倍 就有一倍的功能 所以我們做好會 請很多出家人來送 那麼功能 請一百個出家人 功能就成一百倍 把這個金 一百倍 成立就成一百倍 不對 沒有 你念一千遍 你沒有時間 一片功能都念 就好像你把料單 拿來念一千遍 都不如你把它吃下去一遍 其實是這樣 你只要今天把它吃下去 它就能夠吃一遍 你早上吃 你早上吃 如果一天要吃三遍 你早上吃 至少它 它早上有作用 那麼你沒有 你只是把那個藥 天天拿進去 拜三遍 把那個藥 拿進去拜三遍 你一遍功能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真正自己的 沒有 你沒有去實踐 他沒有自理的法國 沒有自理的法國 沒有自理的法國 那麼念佛 就主要是 從念佛的功能 那麼 名以 名以照這個 就是這個名號 配合一直在說 他的功能 很簡單 很簡單 我們說護士 就表示 這個護士是照相平靈的 我們說醫生 醫生就是在幫眾生護士平靈 所以 警察在抓壞 小孩子 父母都會說 你再哭我叫警察 他就不哭了 為什麼 警察會抓小孩 那如果說 你再哭我叫爸爸來 他可能不害怕 你再哭 你再哭 我叫那個賣開國的 他就不害怕 就是這個名字背後 有他的意義 所以我們說 那你身邊去看醫生 那為什麼要看醫生 不能看郵差 不能看護士 不能看老師 不會好嗎 所以這個名號配合 名號的配合 是代表他的內行 都要功能 那醫生就是有治病的能力 那你說生病的治療 那為什麼生病吃不吉利 為什麼不要 畢竟你不是治病的 好 那個佛也是這樣 你要學佛 你念佛 這個佛號 背後有它的意義 每一尊佛都佛佛到佛 但是每一尊佛的願力 跟它的出發性不一樣 跟它的入門不一樣 所以其實每一尊佛都圓滿 沒有哪一尊佛高 沒有哪一尊佛低 如果有 那就是方便說 比如說你看地藏基 你讀地藏基 他就會告訴你 你讀地藏菩薩 你讀一切 你讀觀音菩薩 就是你念觀音菩薩 念文書菩薩 那麼念 念很多變 幾千變幾萬變 不如你念地藏菩薩 那都是你讀我們品牌會這麼講 你讀六十六億恆和沙菩薩 不如你專心念觀音菩薩 你看 可是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方便說 因為眾生 眾生不是要唯一 就是要唯一 你說這本經功德第二 你一定會想到第一的是哪位 你就是這樣 這個菩薩功德第二 那第一的是哪位 那每一個都是第一 那你就升起這個信心 有那個願望 我要得這個第一的 這個是依眾生的方便而說 那麼每一個菩薩都每一個路面的方法 每一群佛同等的圓滿 講阿彌陀佛 光明無量 超過一切的佛 沒有這種事 所有的佛光明都無量 但是 他的願力不一樣 他射受的眾生不一樣 那麼因為他這樣還講 翻面說 翻面說 你說阿彌陀佛的光明 釋迦佛的光明大 釋迦佛的光明大 釋迦佛就不是菩薩 因為釋迦佛上面還有阿彌陀佛 釋迦佛不能叫菩薩 無上菩提 沒有 因為上面還有阿彌陀佛 不是 每一群佛所得的菩提 都叫做無上菩提 都叫做阿彌陀佛 無上菩提 每一群佛都究竟圓滿 徹底無上 那你說釋迦佛也成佛 但是 他的光明是會不如阿彌陀佛 那釋迦佛還圓滿 還圓滿 那這樣說是沒道理的 那只是因為眾生習慣這樣 依與這樣的方便 為了要射受眾生 方便這樣說 提示這樣子 好 那麼一開始是念佛的功德 是十號或是明號 一般你看以前經典裡面都什麼 南摩佛 就講這樣而已 南摩佛啊 你看看經典裡面基本上就是 我歸佛 南摩佛頭 就是這樣而已 念其中一個而已 那儒然應共 正變之明清楚 那想到佛底下有十種功德 其實這樣 念佛的功德 然後摩佛 那佛底下有儒然應共 正變之明清楚 就是他最有這麼功德 所以不要摩佛 其實是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前面講過 那佛妙 佛妙 佛妙 那麼從儀穀 以及什麼 儀穀就是他的舌頭 那麼儀穀 以及 這個他的 他的儀穀 這個是前面講的 儀穀 就是儀穀 那麼從這裡 一念佛 念佛 然後念佛的功德 那麼儀穀就是舌利他 就繞舌利 那麼懷念這個佛 然後想到佛的功德 那麼儀穀就是從佛的 從佛的出生 出生 然後成道 說法 那麼轉法文 說法 轉法文 以及念佛 那麼來回顧我這一生的功德 那麼由這樣一念佛 那麼像佛的學生 念佛的功德最主要就是 我向佛學習成就 如是功德 那所以你看 如是功德最主要 佛有如是的功德最主要 那我清淨佛 我學習佛 佛成就這樣的功德最主要 我清淨佛 我念佛 清淨佛 是為了也要圓滿成就 如是功德專業 其實是這樣子 那佛 成就這樣的功德專業 是怎麼樣的修行 怎麼樣的發心 怎麼樣的發心 怎麼樣的修行 才能成就這樣的功德 就是總所託 就是 一般修行基本上 修行基本上就是三大 三大類三大有 就是發心 發心然後修行 然後什麼 成就 成就是什麼 成就功德 成就功德 成就功德書 圓滿成就 那一般我們把這個叫做 正果發生 發心修行正 那 從 從這個 入派裡面說 叫做總所託 通常都一樣 總 這個是發心 所 成熟 把這個總都換成熟 就發心修行 那正的 就托 成就了 就是總所託 它就是發心修行正 那麼 你要成就的果不一樣 你要修的行不一樣 你的發心不一樣 所以發什麼心 發出力心 發真上身心 發菩提心 真上身心就是人天道 出力心就是解脫道 菩提心呢 就是菩薩道 就是發心 發心不同 你要正果不同 發心不同 正果就不同 那你要所正果不同 你修行就不同 修行不同 正果就不同了 你如果想要修人天道 你如果想要升天 那麼你就要修食善 你要做人 基本要求的是吃人間 那麼做人要升到佛的地方 你就要多聞佛法 虛擬佛法 心中有法 念念有法 所以波羅竟然強調這個 如果你有波羅竟然強調這個 就是有佛法的智慧 巧避佛法 之一佛法 中無敵佛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你心中有佛 是因為你心中有法 因為佛 之所以成為佛 是因為他心中有法 那麼你要學佛 也是要學習佛所認知的那個法 那麼所以 見法就等於見佛 但見佛不一定見佛 所以真正你能夠 身在有佛的地方 不是你天天念佛 而是你徹底明白了解佛法 心中事實有佛法 這個才是真正 真正你跟佛有生的念 所以 釋迦牧女佛不是這樣嗎 釋迦牧女佛 從一到一天下來 因為他母親說法 從一到一天下來 那個 廉花社胡秋林 神通第一嘛 他為了最早去接近佛 可是他比重頭還在後面 他就不改變了 他就變成 變成難重 而且變成那個 那個大王 然後跑到第一去接近佛 那個師父提 本來也想去 我回來了要去看看 可是他 他想起佛 告訴他的法 要以 要以修法為主 所以他就在山洞裡面 修那個法 我信佛的話 我照佛的話去做 真的是最接近佛的 那佛知道了 佛也相信 相信知道了 那麼 這個廉花社胡秋林 第一個到的時候 他很知道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見法 佛統跟他講 你不是第一個見法 我前面沒有人啊 我就第一個啊 沒有人 現在在山洞裡面 那個修佛士是第一個見法 他見的是聖神 修佛士見的是什麼 神 法身 那麼佛這時候成為佛 不是因為他的色身三色相 而是他的法身 他才成為佛 所以就剛才講 肉依三色二相 見佛 就認為是佛 那轉眼神往美是佛 怎麼會有三色相 所以真正的佛 是見到他的法身 好 那麼你真正跟佛有緣 身在我佛的地方 不是因為你天天的佛 是因為 是因為你心中佛法 你天天在實現佛法 這個是會保證你從生到生 你就算有 你就算有 隔陰之明 你 因為你會到哪裡去 遇見什麼人 跟你時常在念的習慣性 夜陰 虛弱的事情 那你天天念的就是佛 告過你的法 你這個法在實現 你就變佛了 如果你天天見佛 但是都不曉得佛在說些什麼 佛在做些什麼 你也不照著學習 你天天見佛 你未來也見不到法 你天天念佛 未來也見不到法 為什麼你沒有法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概念 那你 你只要佛法 你就會現在有佛法的地方 那所以 要不然 你天天念佛 跟念神 念上帝 念阿拉 念天書記 都是一樣的 那沒有什麼差別 你如果求佛保佑 求佛 求阿拉保佑 求上帝保佑 求聖母保佑 求阿拉保保佑 沒有差 那這個 這個沒有辦法 讓你 從佛國 自立佛國 從一生到一生 從一國到國 終不已 沒有辦法 所以最主要的是法 最主要的是法 那這裡 從佛的出身 從一生成到轉往到改 這個是最早念佛的功德 那麼一開始 念佛 就只有 當時的佛 只有釋迦牟 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 因為他就會拿摩佛土 做佛土 有時候會 拿摩釋迦牟 也會被釋迦牟 釋迦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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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方便的念佛 過去是念佛的功德 現在援取佛像 而念佛設身 那麼這個在 因為他這裡的就是濃縮 濃縮後衛所說的 就初期大聖之後 初期大聖之後 開始有所謂的念佛 那麼這裡講的 我們看到110頁 看一下110頁 大概在這裡吧 就開始講 大聖先啟之後 那念佛的法門 949 110頁 110頁 110頁就有方便意形的搭乘 就從這裡講 那麼 用念佛門 然後之後 開始 開始有這個念佛的色聖 110頁 那麼 在他110頁頁 他 西點前後 大聖佛法開始流行 本來是不許照相 你看佛法本來不許照相 那 這 所以 但是後來 西點前後 建陀螺 摩陀螺 佛像 開始流行起來 好 那麼 開始有所謂的佛聲 這個是在講這個 它就是前面 現在大家有介紹 這個都是後面講的 所以我們也不多講 這個我們只是稍微講一下 講到這裡之後就知道 好 就換回它 那麼 所以 開始延取 佛像 由念佛的色聖 那 像 後來什麼 有什麼 照相功德經 就是 教你怎麼照佛像 怎麼照佛像 這都其實是後來的佛弟子 那麼 開始 開始 為了照佛像 就起了 那佛陀是不可能教你怎麼照佛像的 佛陀是不願意照佛像的 好 那 所以 這個 我們說 慢慢開始有佛像 而面臨的色聖 從念佛的功德 其實念佛的功德不是說 念佛的名號 是開始有念佛的名號 名號有一個功德 其實就是佛陀的功德 後來開始 開始這個念佛平常 念佛色聖之後 開始念現在的 念現在的 那現在的就不是釋迦文國 那印度是流行阿俊佛 那 比較流行的是阿俊佛 東方阿俊佛 西方阿俊佛 西方阿俊佛 其實是這樣 那阿俊佛是表志 阿 阿俊佛是表志 阿俊佛是表現 那這個剛好是佛法說起 在印度 在印度 那當然中國還是改變 這代表我們念佛的方向改變 那麼在印度跟中國也不太一樣 這代表我們念佛的方向改變 那麼在印度跟中國也不太一樣 印度 唸佛最主要的是亞俊佛 由佛已經唸了 佛已經唸了 佛已經唸了 這個佛本來是釋迦的 那釋迦佛唸了之後 釋迦佛唸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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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了之後 唸了之後 沒有佛阿 所以 對佛和懷念 這件都講 佛唸了之後 對佛的懷念 開始 有所謂的變現在 現在四方有佛 就開始想起 有現在的佛 釋迦佛已經變成過去佛了 現在已經唸佛了 唸佛就變成過去佛了 過去佛 那現在有沒有佛呢 其實是有的 那 那 他含金裡面 那是渣辣的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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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個長子 他有一天 這個不喜歡這個角度 他有一天就問 我坐下一個 他到底要算嗎 釋迦佛唸 就是 釋尊有天 那麼 那麼 在 金釋 那 有一個長子的居士 那 有一個長子的 那麼 他有一天就跑去問佛 他說 我師尊 那麼 因為現在有佛 就是這樣 那過去 有沒有佛 那過去有佛 那過去有佛 那就很高興了 然後 他 就走了 然後回來 他想說 他希望說 我過去佛的會不會 那未來有佛 那未來有沒有佛 未來又有佛 十方師 未來有很多佛 他又很高興了 但是他未來就不見了 他想說 那未來有很多佛 未來有很多佛 那我未來再來學佛就好 未來有很多佛 所以 我綠健佛的疾了很多 未來再學佛就好 那 他本來是家佛 他本來說 未來有沒有佛 未來有很多佛 那你告訴我 想一想 不對 他先問未來有沒有佛 然後 未來有很多佛 那想一想 不對 他想說 我未來有很多佛 那我現在 我未來還會遇見佛 那未來再學佛就好 再修行就好 後來想一想 那我自己問未來佛 沒有佛過去佛 又跑未來佛 那是說 我剛才跟未來佛 沒有佛過去佛 過去佛 過去佛又有很多佛 過去佛 他想一想 就覺得 嗯 過去又有多佛 我會回去 回去之後 對啊 未來雖然有很多佛 過去又有很多佛 過去很多佛 過去很多佛 都過去了 那未來很多佛 如果我現在不行 我現在不見佛 不行 那未來都當很多佛 我一樣 就像過去佛一樣 我都會過去啊 那這些佛 那我也沒有什麼力量 那不行 不然你想一想 未來雖然有很多佛 可是過去也有很多佛 那過去很多佛 現在不過去了 那未來的很多佛 也會像現在的 過去的佛 都會過去 甚至現在的佛 也會過去 那以後 我也可能會遇不到佛 想一想不對 那不對啊 那我現在就要開始宣佛 所以後來 這邊的佛就這樣 那麼 那麼這個表示說 你說有沒有十八佛 過去三四十八佛 這在阿安靜裡面就有 只是沒有特別說明 沒有特別說明 那麼 有哪些佛 那麼你說現在佛陀 在一個這個 佛陀 一般這麼說 一個三千大千之間 只有征服 一個三千大千之間 只有征服 不會有兩千佛 就像一個國家 是一個國王會 那 所以 這個三千大千世界 只有征服 那麼 這個 這個世界有很多 三千大千世界啊 那也不可能 現在只有一尊佛 基本上 聖交所念過之後 佛弟子 就 從這個理論上發 覺得那一定會有十八佛的 現在十八佛 會有 那就開始 開始有很多現在佛的概念出現 那慢慢慢慢就也變成所謂的 過去有千佛 現在有千佛 未來有千佛 就變成三千佛 本來是五十五佛 三十五佛 後來就慢慢越來越多越千佛 那千佛後來就變成冠軍 那 這個其實 都是慢慢越來越來越大 好 那我們從這裡 不要這樣 從一度來說 他的現在主要 第一個是東方阿處 是東方阿處 西方阿多 東方阿處 西方阿多 西方阿多 這個是在印度尤其 當然它有很多 那主要是東方拉修羅的西方拉麗 那東方拉修羅是叫什麼 了治 西方拉修羅是叫什麼 了治 那佛法 大宗佛法 佛法都叫性為人讀 治為人讀 到這裏面講 從性讀人 從治人人 性盡念令位 性盡慚愧聞省位 都是從性讀人 那有時候已經相信了 就不相信了 就成為戒感戒令位 那基本上是從性讀人 就是你從不性國到性讀人 從性國到變成治為人 那麼這中間基本上是要性為人讀 治為人讀 那它還是合國啊 到了中國 開始不一樣了 這個現在的 開始東方是什麼 東方是什麼 叫什麼 叫什麼流利公 叫什麼 西方原來是阿密歐 可是西方的阿密歐已經也變了 西方當阿密歐 大公有儲吻 誰讓阿密歐 那麼東方阿密歐不太表 也不表示 表什麼 現世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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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災元壽 現世合理 西方阿密歐不太表 也不表示 表什麼 現世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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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變成這樣了 所以它跟表法的不一樣 那開始媽媽媽 已經重視那個利益 也不重視那個法 這個還是在法裡面 心經念天會 修道的奇蹟 這個依然在說明 修道的奇蹟 它是用念佛來表示 因為佛地主對佛所懷疑 所以用這個佛來告訴你 現在的佛 表的是什麼 那就是你 念之中 這個我們剛剛照到的 教肖成四大佛祂也一樣 觀音佛祂也有大佩 所不悲心 畢章佛祂也有掉佩 畢章佛祂也稀稀也是悲心 那悲悦 竟然都不是悲悦 那麼有些佛祂從喜 行人物 清淨 清淨人物 那這些文書佛祂從智慧 從信心本 從智慧 從大佩 從精淨 反正就是從各個門 各個路到 那你後來就被解釋了 這個佛祂本來是 它一個門 方便的 讓你去解脫 然後你就認定 認定這個方便會做進來 它本來是要勉於 如果從悲心 就是從你 從立他而知 那為了要利益眾生 在找自己的智慧 你沒有負責因而要奏身 所以由悲生慈 那如果從智慧可能 是要由你 由智慧 能夠利益去奏身 因此清悲 那其實要這樣的 那結果你就認為 因為你從悲本入 你自己沒有悲 你是認為你關於佛祂有悲心 希望祂的悲心 能夠來幫助我 就是說 那麼裡面關於佛祂 它基本上是造成裡面它的功德 關於佛祂之所謂是關於佛祂 這麼有成就 是因為祂的悲心 是因為祂牽住祈求 牽住你 哪裡 哪裡有苦難的眾生 祂就去哪裡幫幫 但是我們後來修關於佛祂 就不是這樣 天天念關於佛祂的文道 不曉得關於佛祂是修什麼 佛祂還是關於佛祂 怎麼樣休息 只知道關於佛祂還沒有休息 那關於佛祂的休息是 哪裡有苦難 祂就去哪裡 誰需要幫忙 祂就幫忙 對著我們內關於佛祂 是在祈求關於佛祂 我什麼是那個痛苦 關於佛祂就什麼時候了 我需要什麼幫忙 關於佛祂就幫忙 為什麼 就變簡是這樣 佛祂的 佛祂重點在給你一個佛祂的風範 讓你好學習 那你變成是 重點在叫你學佛祂 後來又變成你在求佛祂 你自己永遠是眾生 你在學佛祂 佛祂道絕對不是這樣 祂是給你一個風範 給你一個典範 告訴你怎麼學 可以學成像祂這個名字 告訴你祂是怎麼修行的 為什麼這麼不當 祂是怎麼修行的 叫你跟祂學 就好像說 告訴你這個人怎麼成功的 非常有錢 他是怎麼成功的 結果不學習他成功的方法 你天天想著 他那麼多錢 他應該會有一些累落 天天想到 從他那裡 可以得到一點錢 我們現在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就不是佛祂道 這個就不是佛祂道 這個就不是佛祂道 因為你根本就不是佛祂 他就回 回 就是被告我起 跟當時的大聖佛法 講很多佛祂 很殊勝 是讓你學習的 結果你就變成 他變成你祈禱的對象 他變成 你痛苦時所期望 來救你的人 不是 這個已經跟大聖佛法 已經是相對的 其樂事件也是這樣 本來淨土 本來淨土 重災莊典淨土 就是告訴你 這群佛為什麼有多偉大 為什麼這麼偉大 就是他在莊典淨土 成熟 所有的菩薩道都是莊典淨土 成熟做生意 所以菩薩道裡面 因為你正福生法來之後 就是一件事 莊典國土 重生 成熟眾生 菩薩道 菩薩道 是方便道 方便道就是方便不重生 他是在莊典國土 因為眾生 榮茵茵 他的國土 而 重生重生 三二七 所以為了讓他不照顧你 他給他的國土 莊典 讓他生氣善氣 讓他生氣善氣 所以就好像這個試驗 這個試驗 那麼 熱的時候也變風扇 那他不那麼熱 那麼平常 不用為了穿衣 吃飯 張國人心 那麼 這個叫做莊典 就 法案裡 法案裡有很多說 都省略到 那你可以專心的修到 那麼 這個 不怕風 不怕 不怕 不怕文言 不怕惡 不怕人 那麼 就是你沒有擔任這個東西 那把這個東西介紹好 好讓你好修行 這個叫做莊典國土 成熟眾生 那麼 如果從佛來講 叫做國土 從一個世界來講說 莊典道場 成熟眾生 一樣 成熟眾生 三更 那麼 這個是菩薩道 那 後來 後來就變成 從菩薩道 莊典國土 變成 凡夫 求生 建土 開始變成這樣 他是一種變的 但是慢慢慢慢 就變成 我們來學國就是為了求生 不是 大聖佛法不是為了求生 大聖佛法的根本在 莊典國土 創造進化國土 其實在這樣 慢慢慢慢變成 就好像說 跟你講 關於菩薩的偉大 跟你講關於菩薩的悲心 千觸七情千觸你 苦海才做獨言中 不是告訴你 你有通菩薩 關於菩薩他隨時會來救你 不是這樣 是在告訴你 關於菩薩這麼偉大 你要跟他學習 那 你做著 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動物 隨時要提出幫忙 像關於菩薩 哎呀 他是你學習的對象 在告訴你這個大王 後來慢慢就變成狀態了 就是 你一直都是眾生 在求菩薩的幫忙 一直都是法國屋 依靠菩薩的師生 不是這樣子 那其實淨土也是這樣 他是告訴你 你做人人 你在這個國土 你應該怎麼重演你的國土 你在哪裡 哪裡就是你的國土 你要怎麼重演這個國土 那麼成熟在這個國土裡面 周遭的眾生 從這個地方開始做 那麼慢慢慢慢 你的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整個世界都是你的國土 所遇見的人 都是你要成熟的眾生 其實是這樣子 這個才是真正的武殺道 後來就慢慢慢慢改變了 像這個念佛也一樣 從性為能路 自為能路 到表示 那麼 我們要有限制的利益 還要有未來的利益 那終點者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造成 這個其實不是 國法裡面要講的 好 我們再往底下看 那這裡 講到 念佛的色身道 一心細念 佛靈至心中獻起 那麼 通常我們講念佛 有四種 這個叫做 一個叫做 慈敏念佛 我們把這個講解就好 慈敏念佛 一個叫做 慈敏念佛 一個叫做 慈敏念佛 一個叫做 觀想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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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想就是有像 觀想就是沒有像 在古籍項上 這個叫做十項 一般是這麼說的 但是其實 其實在觀想 慈敏觀想的觀想 特別是觀想的觀想中間 到十項之間 有一個微信念 你看郭多桑貝就知道了 郭多桑貝經 郭多桑貝經是從觀想 他有沒有像 他就想 他唯心念 就是念到佛謝祈 你念到佛 我就謝祈 念到見佛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唯心念佛 你自己還要想 還要透過如意思維 我也沒有去佛那 佛也不可能來玩作 但是為什麼我會見到你呢 因為我心念佛 我就見到你 唯心所見到 那修禪修的也是這樣 也會有這樣 也會有這樣 好 我們把這個照顧看一下 所以一心信念佛於自心中現去 這個也是在我們說 這個在後面 後面我們講 四百零六頁那邊看一下 這邊就如 這邊就如 好 四百零六頁裡面 有修念佛關係 那麼 你說向老的重點 那波多桑貝經 從觀想念佛見佛 理解到一切唯心照 那這個就是 其實是唯心念佛 好 那在一百零一夜 一百零一十夜 那一夜又這樣 好 那我們就翻回來 然後慢慢在變成什麼 念本有的佛 就開始 依照這種經驗 那麼 那麼 得諸自心做 自心自莫 三戒為心 為世也是從這裡 為世所限也從這裡起來 好 那這個要講到 為世的後期佛法 中觀為世這邊再有講 好 那麼 所以他這裡講什麼 那麼 後期的大聖經說 就是如來戰跟為世 為世有一段中期 有一段後期 那如來戰也不是後期 那 如來戰 那我 如來戰就是我 是向好莊念佛 就是 眾生本聚 如讓 有智慧公平 三四個像八十周到 那這個是向好莊念佛 自信七戒是七戒公平 眾生本聚 所以念佛不只念三治十方法 還要念 管自己是佛 念佛從初期大聖後期大聖 進入英秘大聖佛王的同土 這就是在 講到秘密大聖 四百耶大聖 結果目前就有 好 所以念佛 就念佛的功夫 念佛的色身 到念現在的 佛陷阱 念佛到現在的 到念念自己的事 那他就是一個狀態 就是他思想的狀態 佛法思想的狀態 佛法思想的狀態 這裡是 秩序是稍微介紹一下 印度佛法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現在 在學習的佛法 其實就是這樣轉越過來 好 那 因為時間到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大家 展覽一下 願意刺功 不及遇見 王人與眾生 揭奉成佛道 好 歡迎 大家 向來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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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